55. 明報 路廣州商團成立後 2015年7月4日富康世紀D.04世紀 重光之路曠至民1942年3月 新上任的總督機局連界決定取消1月12日 由軍政廳成立的香港線後委員會 而令行成立人數更少的華民代表會為諮詢機構 代表會初時只由四人組成 包括羅玉和、劉鐵誠、李子方 以及陳廉伯 其中羅玉和與李子方曾經參加香港線後委員會 劉鐵誠為前國民政府交通銀行香港分行行長 陳廉伯則為親日商人 陳詩誠扶任經營師莊 並透過炒賣銀員成為巨商 在華南和南洋頗有影響力 更於1910年代建立廣州商團 其政治勢力在1920年代中期被國民黨連根拔起 但仍在華南商界活躍 而且在戰前瞻與日人接近 英日兩軍開戰時 他鼓吹投降 被殖民地政府以煽動罪拘捕入獄 淪陷後,他立即出獄成為華民代表 劉鐵誠早年於日本留學 對日本頗有好感 在戰前香港並無太大影響力 由此可見 機局並不滿意香港線後委員會中 在戰前已活躍於香港社會的本地精英所佔比例最多的格局 因此華民代表會囊缺了英式本地殖民地精英 羅玉和、本地恩商、李子方 以及兩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政商人物 劉鐵誠和陳廉伯 使各方勢力互相制衡 此個以日人定義的界別 各選一個代表的關牌未能全面反映 戰前華人勢力在香港的力量和利益對比 使陳廉伯等親日權規可以用政治忠誠換取在香港的影響力 亦可使各華人勢力互相競爭 1942年3月28日 總督府頒布華民代表會規程 1942年鄉督定第10日 規範了華民代表會的功能和組成辦法 1、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華民代表會在香港佔領地總督監督之下 應總督之諮詢開陳關於香港佔領地中國人政務之意見 華民代表會得向總督建議關於中國人之施政重要事項 2、華民代表會以顧問若干人組織之其中一人被指為主席 3、華民代表由總督就香港佔領地居住 4、華民代表之答申及建議須經主席統裁國代表之意見而提出 5、華民代表之答申及建議階以書面經由香港總督部文字部長提出 從以上可見,華民代表會由總督監督、總督並無義務向其交代政策 代表會為諮詢機構或替總督部及憲兵對和華人社區溝通 而且其規格極低,只能和文字部長以公民聯絡,其影響力和殖民地時期的市政或 立法局差之千里,華人的政治地位被戰前洩到退了 代表會議只能過問中國人政務,規定亦無界定所指為何 這個安排和日本於1921年在台灣建立的總督府評議會如出一切 後者亦由總督指派,總督亦有權隨時任免其成員 兩會軍是日本殖民政府的諮詢機構,不但無任何實權否決不合乎當地居民利益的政策 更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 與此相比,英治時期所有法例軍要經過行政及立法局議員討論及表決才可生效 不受非官首議員歡迎的議案亦可能被否決 華民代表會在1944年底以前一直只有四名委員 直至陳廉伯在該年12月前往澳門時被詐身亡後 委員的人數才增加至5人 由新總督田中九一委任至1945年3月 劉鐵城病世後,總督部又宣布委員人數增至6人 但代表會當時已無影響力可言 其領袖來玉和亦早已淡出日佔香港的軍政界 不時簽病缺席會議 5至4、5、全民原 標題為編輯所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 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及中通研究學院博士 然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賺著重光之路 毛缺席會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